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走进中兴社中国焦点面对面 我是中兴社驻加拿大记者于瑞东 有一位曾经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十年 现在居住在加拿大的美国人 自发的制作了不少关于中国的视频 在海内外多个视频网站上播放 向西方朋友介绍真实的中国 也回应西方关于中国的种种疑问 希望减少和消除外界对于中国的误解 目前他在各个平台累计拥有几十万粉丝 而且还在不断的增长 这位网红的名字叫Saris Jensen 他还有个中文名字叫王德忠 这一期中国焦点面对面 我们有幸邀请到王德忠先生 接受视频连线采访 聊一聊他的故事和他眼中的中国 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采访 我想这好像是你第一次用中文来接受采访 是吗 是的 今天我就是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因为我非常喜欢说中文的 然后就是很有意思的 谢谢 那首先请老王你跟我们的中心社 中心网的朋友 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的好 没问题了 那我是一个美国人的 我是出生在美国 住在那边 从我出生到我23岁了 我就是在美国 但是从大学了毕业了 我有一个很好的工作的机会在中国 所以23岁我就搬家到上海 然后在那边工作了有七年了 过了这个七年了 我就搬家到香港 在那边工作了有三年了 所以一共我在中国的时间是十年了 也是我在那边认识我的老婆 我也是在中国 我的一个房子也是在中国买了 也是我们办了我们的婚礼在中国 我们第一个孩子也是在中国出生了 所以这个十年的时间在中国就是很棒的时间了 然后现在我就来了加拿大 现在我们就在文革话 我跟我老婆 然后三个孩子 我们就是在文革话 我们在这边生活 那你的人生的高光时刻都是在中国 是没错 没错 我说我去中国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小孩 然后我离开中国 我就走一个大人 你当时最早第一次去中国 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为什么会突然想起来要去中国 其实就是一个工作的机会 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是大高尔夫球 所以我大高尔夫球 我水平可以说是比较高了一点 然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工作机会 我可以做一个高尔夫教练在中国 那个时候 我对这个高尔夫教练的工作 没有那么多兴趣的 但是我是对中国有兴趣的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06年 有那个大学的老师 他告诉我 他说Syrus 你现在你看看你自己 你是23岁了 你是单身 没有结婚了 你很有自由的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一定要去中国 一定要先去那边试试看 所以在去中国之前 你对中国了解有多少 其实我什么都不了解了 因为你知道在美国 我们从小我们就一直学习美国的文化 美国的历史 基本上我们都不学习其他的国家的历史 或者其他的国家的文化 如果去了中国以后呢 发现你自己到了中国 跟以前想象的有很大区别吗 因为我完全不了解 所以我就是去中国 我要自己要体验 我要体验一下 看看中国怎么样的 所以我去那边就是 哇中国这个 你到了中国的时候 你就看是很热闹的 就是你可以感觉 你在路上就是坐路的 就是很热闹的 而且在那边 很多人就是很辛苦的工作的 然后很多人就是很开心的 然后我也是很小的 我就我23岁 我刚开始我做第一份工作 然后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件了 这个是07年 所以过一年了 08年我们不是有那个奥运会 所以奥运会马上来了中国 再过三年了 是不会要来上海了 所以这个时间呢 真的是很热闹的在中国 所以我每天就是在路上 就是看很多东西了 就是每天就玩得很开心的 你现在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 叫王德忠 对 我听说这个名字 好像跟你太太有关系 是吗 是跟我太太有关系 对 因为我英文名字是Siris 那Siris是我的英文名字 所以我第一个中文名字 就是Siris 我用了这个名字 大概有七年的时间了 然后呢 我老婆跟我我们结婚了 她告诉我 她说你必须改你的名字 要不要改到我的姓 我姓王 要不要改到我的姓 我说那好啊 因为我就入倔了 对不对 所以那 对对 我说那好了 那没问题了 我就改你的名字 然后我老婆说 我要想一想一个好名字了 因为Siris 这个不好听的 也不好的 她说那王德忠 因为我母亲是德国人 所以她说那么又德 德国的德 然后你看老公 你特别爱中国 那就是中国的忠 所以王德忠 很棒的 很有中国的 对吧 我离开中国的原因 是我去中国的原因 一模一样的 就是机会 因为我在 我有一个机会来加拿大 而且另外一个原因 也是很重要的是 我父母还是住在我老家 在奥兰多 你什么时候开始 尝试着开始做一个网红 其实你知道我来了 来到加拿大了以后 我第一 先留个月 是一个很困难的事件了 因为我一直想中国了 我真的是爱中国 我当然是爱我的国家美国 然后后来呢 差不多有我们说18个月前 我就看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越来越不好 然后这个对我来说 我觉得 我必须 我必须开拍一些视频 告诉我其他的美国人 跟其他的西方人 中国怎么样的 因为我觉得很多西方人 他们是不了解中国 所以我说 我拍一些英文的视频 然后我就开始放在YouTube上面的 然后我的目标 是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下 那我就开始做的 然后前三个月 效果没怎么样的 但是后来呢 但是很突然的 有差不多六个月前 有很多人就在看 然后就马上就 然后我的YouTube的平台就活了 然后很多人就说 这个网德众 他很有道理的话 因为他很了解中国和美国 而且我的目标是很简单的 我说美国是一个好的地方的 美国是一个好国家 中国是一个好国家 如果我们能想办法 这个两个国家一起合作的话 那全世界就会赢了 我所有YouTube的视频 我一直会说这句话 我们必须想办法了 如果一直有这个矛盾的话 那全世界就输了 说得非常好 因为你呢 实际上是把中国当成第二故乡 而美国是你的自己的家乡 是你的第一故乡 所以你希望两个第一故乡 和第二故乡 能够做一个更好的连接 我觉得非常 对 对 因为你看我们的 你看我们经济是排名第一 第二 在全世界了 所以你看 如果我能一起合作的话 那就是更好的 更好的 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是 你看 你就想一想 如果美国和中国是最好的朋友们 如果是好朋友们 那全世界肯定会赢了 你在尝试告诉西方的网民 中国的真正面貌是什么样的 是吧 是 对对对 那么你在中国生活了十年 你觉得在中国 是不是像西方的媒体描述的那样 情况很糟糕 中国最近五十年 有那么大的进步了 你看五十年前 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 五十年前 有很多中国人 他们没东西吃 或者他们不能吃肉的 他们只能吃米饭 或者菜 你知道我父母的爸爸 他一直告诉我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 我没有鞋子能穿 因为我们是 我是那么穷的 所以他 然后你看很多中国人的 现在他们肯定是很自豪的 因为你看 哇塞你看我的国家 你看我们有那么大的进步了 特别是最近二十年到三十年了 从差不多八零年到现在 这个四十年的 四十年的时间了 哇 中国发达的非常厉害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每一年在中国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而且就是我们看美国人和中国人 就是有一个 也有一个很大的文化区别 中国人会相信他们的政府 他们说你必须 你必须隔离 你必须戴口罩 你不能出门 那中国人说 OK好的 那我们就尊重 我们就听话了 因为我们就相信你 所以如果你告诉我们 必须做这个事情 那我们就做这个事情的 但是在美国 比如说最最简单了 你戴口罩 哎呀不行 我不要戴口罩的 你不能告诉我 我不戴口罩的 因为我们必须有自由 这个是一个个人的选择 我觉得这个 没有是个人的选择 这个是为了这个社会的健康 我觉得是要看一个很大的文化区别了 你在中国生活的十年当中 也交了很多的中国朋友 从你接触到的中国老百姓来看 你觉得中国人总体来说 生活的满意吗 在那边生活了十年了 这样过了好多中国人的 大部分的中国人 他们是非常满意的 因为就可以看他们的生活的质量 生活的质量在中国越来越好 你知道我 我上次去上海的时候是19年 差不多两年前 两年前 对两年前我去了 我去上海去那边出差了 然后我在我酒店了 我就大地 我就叫了一个输出车车过来 然后我就 我很喜欢上海和北京的司机 跟他们一直 因为跟他们讲话 就是很好玩的 然后那天我有一个上海的司机 他告诉我 他说我住的那个酒店 就是在上海的外滩那边了 然后我说 我说师傅 你的现在的生活质量怎么样呢 他说你知道我小的时候 我就是住在这个外滩这边了 我就是很穷的 他说我那个时候 我们没有鞋子能穿的 他说我们基本上都没有那么多东西能吃的 但是你看我现在的上海 你看扑洞那边了 哇塞很漂亮的 然后你就看他现在他说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对不对 但是我生活的质量越来越好了 比20年前好了很多了 比我小的时候好很多了 而且最重要 我就是相信我的孩子 他们的生活的质量肯定会做得更好了 因为我就看我的国家 我就看看我们每一年都是有进步 每一年做得更好更好了 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还有媒体 他们认为中国对世界是一个威胁 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我有很多美国的朋友们 他告诉我 他说 还有中 Cyrus 你知道现在我们工作的机会 在美国越来越少 你知道为什么呢 为了中国 我说为什么呢 你告诉我 他说你看现在我们有很多工厂都是在中国 如果有这些工厂在美国 那我们工作的机会会那么多的 但是我告诉他们 我说你不要忘记了 谁做决定去中国办这个工厂的 这个是美国的大老板 他们有想法 他们说 哎呦 我们办一个工厂在美国太贵了 我们一定要去中国 对不对 我们去中国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产品做的便宜一点点 那个前半价会低一点点 然后我们就在中国做这些产品 然后把这个产品进口到美国 进口了以后 前半价会很低了 收入很高的 我们可以赚很多钱了 这个是美国的大老板 所以我们就最好的例子就是这样的 美国那个苹果手机 你看这个苹果手机是差不多有1200块左右美金 左右 但是肯定是这个苹果为什么赚很多钱了 因为他们的工厂就是在中国 这个收集在中国制造 我不知道价格是多少 但是肯定是比在美国制造便宜多了 我有很多美国人说 哎呦王德仲 我们就把这个苹果的工厂搬家到美国 给很多美国人很多工作的机会了 他说OK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这个收集会3000或者4000块美金 你会买吗 贵了4倍到4倍 你会买吗 肯定不行的 所以我说 我说你看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美国的生活质量 就是依靠一个很好的关系跟中国 而且包括我们普通的东西 你看这个耳机 这个microphone 对不对 我的电脑 我们收集 这个就是在中国制造 所以这个前半价会很低点 所以价格对我们美国人来说 比较便宜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 所以如果是 所以我不同意的 如果我 如果我 人告诉我 哎呦中国 真的是一个 一个威胁 我觉得哎 我不信的 真的是不是的 而且所以 因为我是美国人的 我爱我的国家 我要告诉大家 你可能听到这个采访 觉得这个美国人 他爱中国太多了 不是 我也是爱美国的 然后我就看我的 因为 哎 我的心就是很痛苦了 因为我就看我的国家 我美国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腿部 所以我说 如果我们要进步的话 我们一定要看我们 看我们自己 不要一直在看别的国家 怎么样的 你注意你自己分类的事 你注意美国 我们从美国更好了一点点 在你看来 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 是不是在对外输出价值观 我回答这个问题 我想跟你讲一个故事 我们就想一想 有一个工厂 在这个工厂里面 我们有两个员工 第一个员工 他就是注意他自己分类的事 他每天去那边工作了 他就是很认真工作 他就是很努力的工作 他不管别的 别的员工 他就是注意他自己分类的事 然后 你可以看到每一年 他的工作越来越好 每一年他又进步了 因为他不管别人的 他就是看 他就会看他自己 那第二个员工 他做的事情 他做的工作也是很好的 但是他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一直在看别的员工 他一直说 哥们你看看 你现在做的那个方法不对了 你就学我 你学我就可以做得更好了 另外一个人 你不要这样做的 你必须学我的 那你就想一想 哪一个员工代表中国 哪一个员工代表美国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代表中国 中国100%就是注意中国的事情的 他们每一 每五年 他们不是有一个新的计划 所以就是可以很清楚的 他们说 你看 在这个五年的时间了 我们有什么新的目标 我们怎么样的做的 我们怎么 我们做什么样的路 能做这道目标了 而且我们看看 我们怎么提高 我们中国人的生活质量的 那个教育 我们要做得更好的一点 工作的机会 一定要做得更多了一点的 我们看看我们经济 也要做得好一点的 那个地铁我们要做更多一点的 机枪 我们要建机械性的 我看看什么桥 哪里 哪里 哪里是最穷的 那我们在那边 我们就做投资的 因为就完全就是为了中国人的生活质量的 所以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中国去另外一个国家 然后说 你们现在你们做得很好的 但是 你们必须学习我们的方法 你看如果你们是共产党的话 你会做得更好了 中国人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所以 但是第二个员工 OK 这个就是美国的 我们美国人的也是很好的 小国也是很好的 也是 也可以算是非常成功了 但是 但是美国人的 他们说 我有有一些人 我有听他们说 如果中国想有进步的话 他们必须学习我们的方法 他们必须学习 他们必须想我们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是 中国是尊重美国的选择 但是美国必须尊重中国的选择 你说的这个也让我想起一个例子 就是说好像我爱吃中餐 因为我觉得中餐好吃 是吧 然后你可能你或者是其他的朋友认为西餐好吃 但是我不能说美食的标准就是中餐的标准 世界上只要中餐的标准才叫美食 你们的东西都不好吃 对不对 对对对 是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然后因为两个都好 因为我喜欢 我喜欢吃 两个都喜欢吃的 西餐中餐都好吃的 对不对 你现在也有中国味了 肯定的 肯定的 住在那边很长时间了 我就特别喜欢吃中菜了 我看到你经常在视频里 直言不讳的指出 西方对中国以及共产党 都存在很多误解偏见或者是错误的认知 这方面你有什么感触 最简单的回答我可以说是也是一个文化的区别 比如说我刚开始做我YouTube的平台 我有一个视频叫那个话题是中国有自由吗 然后我告诉大家 自由对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东西了 比如说在美国 比如在美国我们可以有墙 在中国不行的 没有人可以有墙 很多美国人说 你看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有墙吗 因为就是为了我们的安全 我觉得就是这个自由是一个文化区别了 因为好多人在美国他们就说我们有墙 我们有自由 但是在中国我们说我们没有墙 我们也有自由的 因为我们是安全的 对我们来说安全是自由的 所以你不能 所以也一定要看这个文化的区别了 你觉得在这方面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让西方人能够更多的了解中国的真相 真实的中国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现在我们就可以看 中国必须跟西方的国家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的 这个关系是从哪里开始的 可能开始跟工作的机会 比如说我们就看 比如带个比方给你 我是弗洛利达族人 我老家是奥兰多 奥兰多是有迪斯尼 迪斯尼 然后那个迪斯尼 我们就不是办了一个很大的迪斯尼在上海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的 因为我们你看迪斯尼他们了解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市场 所以他们说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代表一个很好的 一个关系跟美国和中国 第二个方法是我们看 现在我们有很多老外在中国在那边生活了 对不对 我们有好多老外在那边生活了 所以我开始做这个YouTube的平台 其实我觉得也是我的自然 开始做这些平台了 为什么呢 因为99.9%的美国人的都没有去中国了 所以他们对中国什么都不了解了 但是我去了中国 我在那边生活了十年了 我学了中国的理事 我一直在学习中文的语言 我可以说我了解中国的文化一些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很多中国人的 如果他们说中国是一个好地方 西方人说你戏脑了 你戏脑子对吧 你戏脑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一个白人说的话 那有的时候会人会听到了 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说我说我就是 我一定要做这个YouTube的平台 我一定要开始告诉别人的 中国是真的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们就看那个最近十二个月的时间了 我们就看了很多拉外开始做一个YouTube的平台 我们做我们做那个YouTube的 关于中国的YouTube的平台越来越多 我们现在有很多拉外 而且我们的分子都越来越多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他们都想更了解中国一下 你知道我有一个分子 我有一个美国的分子 他是一个相关眼的一个白人 然后他说你知道Syrus 你知道我怎么发现你的YouTube的平台吗 他说我每天就是看电视 然后美国媒体每一天都说中国是不好 中国是不好 共产党不好 什么都都不好了 然后我就自己想一想 怎么可能有一个国家那么不好的 但是我们就是看他们的经济越来越好 对啊 他说这个有点奇怪了 每一天我看电视 电视窗说中国是非常不好的 但是我就看中国越来越好了 而且我就看到中国人 他们越来越有钱 但是越来越进步了很大了 所以他说 所以我就去了YouTube 我说我必须看看 有没有一个老外在中国 就是开始拍这些视频 我就发现了你的平台 然后说啊 现在我就更了解一下 因为我觉得 你必须看从两个方面都要看 要看美国的方面 也要看中国的方面 两个都要看了 但是最简单的 这是最好的是美国和中国 能想办法一起合作的 这个这个是这个是太重要了 如果我们是看那个 比如说 这个climate change 两个国家是最重要的是 中国和美国的 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必须由中国和美国 一起合作解决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们就是看了很多问题 在世界上 如果要解决的话 一定要依靠中国和美国 一起想办法一起合作 能解决这些问题 好的 谢谢Saris王德忠先生 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期待看到他带给大家更多的 关于真实中国的视频 也希望他所热爱的第一故乡 美国和第二故乡 中国早日恢复健康稳定的关系 各位观众 本期中国焦点面对面 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